好来看到花莲县第三选区县议员参选人黄欣 31号的上午9点是前往花莲县选举委员会来登记 参选第三选区县议员的选举 那么黄欣说呢地方有许多重大建设 是需要认真负责任的议员来持续监督 那么也希望民众能够继续支持 在前吉安乡农会总干事需要我们的陪同之下 县议黄欣月选在31号两层及时上午9点来到花莲县选举委员会来登记参选第三选区县议员一职 黄欣表示四年当中强力进行监督的角色来争取地方做大建设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他继续为大家服务 今天是我们登记的好日子8月31号 黄欣非常地带着感恩的心来到我们的选举委员会 聚集来登记我们第20届的第三选区的先严的选举 过去这么多年来黄欣历过三任的一眼两届的乡长 完整的一个行政的经验跟历练 我相信服务我们地方的乡境绝对不是问题 黄欣有敏感度也有专业 黄欣是地震的地震室 对我们的国土规划 以及我们的大花莲的都市计划 黄欣会继续来推动跟努力 他对我们花莲的整个的发展 改革会有很重要的一个阶段跟进程 所以这一届黄欣继续来选举连任 希望拜托各位乡亲好朋友 与黄欣完整的一个历练 也尤其专业对服务黄欣有敏感度 那对于地方的建设 黄欣也会继续来做推动 今天特地来登记是好日子 那这边谢谢各位乡亲 过去那么多年的一个栽培跟支持 黄欣会踏着文重的一个脚步 继续向前行 那这边祝福大家一切都平安 也祝福各位大乡亲好朋友 继续支持黄欣 拜托拜托 谢谢大家 谢谢 黄欣表示 黄欣的三级的先议员 和两级的想象长 他相当了解地方的需求 和重大建设 而这是以初中心来继续为民服务 也恳请乡亲再次支持他 持续监督花联系政府 来为地方争取建设和福利 记得继续欢迎视频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